近日第37届金鸡奖颁奖典礼在海滨城市厦门如期举办 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电影颁奖礼 今年的金鸡奖依然吸引来了半个娱乐圈的明星 赵丽颖 王一博 玛丽 雷佳英 张艺谋等电影人悉数到场 真的是星光璀璨 而本届的金鸡奖更是看电多多 有人被抓包在后台睡觉 有人在红毯上打闹 老艺术家李雪剑更是差点发了脾气 快和刀刀一起来看看吧 赵丽颖果皮肩意外缔造名场面 仅仅红毯谁最美 道道觉得非赵丽颖莫属 赵丽颖当天的造型风格是柔美与野心共存 丽服主体部分是粉色纱裙 衬托得她服如宁之 格外娇嫩 但赵丽颖可是来角逐最佳女配角搭奖的 如果只是一条粉裙 气势上就弱了 所以这条裙子的肩带采用了金色亮片组合而成 众所周知 颁奖里穿金属色都是有野心的表现 不只是服装 如今的赵丽颖一举一动也都透着女王风范 她在红毯上一个裹披肩的动作 就因为太帅气 意外成就了一个名场面 这一幕发生在赵丽颖走完红毯后 音风比较大 所以走完红毯后 她的助理立马拿着同色系披肩打算给她披上 但赵丽颖一门心思往前走 并没有注意到身后动静 于是两名助理干脆一起动手 一人一边把披肩展开 直接给她披上 这场景有种女王加冕的感觉 把气急了 雷佳音踩玛丽裙子 有雷佳音和玛丽的地方就一定有欢乐 玛丽提名了最佳女主角 所以当天的丽服也是十分霸气 一条全黑色的方领拖地长裙 裙子的左肩膀有一条很长的拖地薄纱 侧面看起来很像女王的披肤 特别有气势 显然这条显眼的披肤也引起了雷佳音的注意 当所有人走完红毯准备离开时 因为玛丽的披肤太长了 雷佳音只能等着她先往前走几步 估计是等得无聊 所以雷佳音轻轻地踩住了玛丽的披肤 感受到阻力后的玛丽立马回头 称怪地笑瞪了雷佳音一眼 然后一手抽回了自己被踩的披肤 直接把她拿在手上往前走了 两个人的这个互动真的有趣 大鹏一举动逗笑王一博 金鸡奖颁奖礼上 人气最高的嘉宾毫无疑问是王一博 当晚他身穿黑色西服搭配领结登场 领口的银质胸针非常耀眼 和他一起走红毯的还有大鹏 两人分别凭借电影热烈 入围了金鸡奖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导演奖 剧组一起走完红毯后 大鹏却让大家先走 因为他还要独自在红毯上 做一个专属于他的动作 就是在红毯上虚空跨栏 显然大家都知道他要干什么 王一博在下红毯时 回头看了大鹏一眼 忍不住因为这个鲜眼包笑了 李雪剑怒斥工作人员 不要特殊待遇 还记得葛优曾打去保镖 明明没人还硬要做出姿势 保护他的趣闻吗 没想到这一幕在金鸡奖上重现了 只不过这次的主角是李雪剑 在金鸡奖的后台 有位工作人员一直张开双臂 跟在李雪剑身边 把靠近他的人都阻挡在外 一想亲民的李雪剑 显然不喜欢这种方式 他先是停下来要求 该工作人员不要跟着他 还做了拜托的动作 但是这名工作人员并没有听进去 依然用手护着他 最后李雪剑有点着急了 再次停下来要求他不要跟着自己 而李雪剑自己的工作人员 显然更熟悉老爷子的脾气 也在劝说挽回工作人员 不必多此一举 该工作人员这才作罢 李雪剑也终于恢复了笑容 不过相比于红坛的状况百出 内场的这一幕 傲慢势力 江湖地位 更是在他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出名贾玲 沈腾缺席 林宝一落寞 影后月红笑不出来 紧急讲这一页 有人咔位飞升 无人在意的角落 却似乎又多了几位 实力口碑相当的演员 黯然神伤 精彩实在是精彩 沈腾平一技之力 非是人生二带流量突出重围 抓娃娃用暑气档 带动一整年KPI 两部电影直冲七十一票房 回报就是次次被提名 却回回都失之交臂 对于这位电影主演 票房第一的喜剧一哥来说 倒好像变成了羞辱 老牌港型林宝一 59岁重新出山 原本就不是港育盛行时代的顶流 就算捆绑舍师曼炒冷饭 也不愿做流量的嫁衣 只有看过白日之下的观众 才懂戏里林宝一杀疯了一般的演技 欲看着一介新影帝诞生的落寞 这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可笑 在名利场之下 就算是新二代 奋斗了几十年 也还是得靠好友的推荐 才终于成为为数不多的 中王所归那一位 在王霄感谢张艺的那一刻 我才明白 原来真正实现飞跃的靠山 早已无需出场 这就是如今电影圈的状态 有的人恐有一身本领 无人关注 有的人年少至满 抱着奖杯想哭都哭不出来 倒反天刚导演鞠躬感谢 当然对于演员来说 他们也只不过是有可能 被赋予千里支撑的马匹而已 在影视剧行业 导演才是不常见的伯乐 这一届紧机奖 有两位导演才是整场活动的最大咖 张艺谋和陈凯歌 看了两个人的前后发言 只能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作为混迹娱乐圈几十年的老油条 凯歌导演在镜头前 自然也会保持体面 能坐在颁奖典礼第一排的 当然也都是热门作品的主创人员 所以 无论是谁听到自己名字 最起码都会将最体面的一面 展现在镜头前 只不过也正是这样 无上荣耀的时刻 细节之处才更加暴露人品 陈凯歌一旁是自己的妻子陈红 另一边与张艺谋中间 隔了个刘德华 在陈凯歌的名字 宣布的一瞬间 捧场王刘德华立马起身 抬手祝贺 陈凯歌起身往旁边贴了一眼 第一反应是当没看见 直接回过头 结果没想到张艺谋赶紧走过来 要与陈凯歌握手 陈凯歌发现张艺谋过来 猛的回过身 伸出手身体反应 是向张艺谋握过去 但与此同时刘德华也在伸手 当然刘德华把手收回来了 陈凯歌像是顺手握了下刘德华 连睁眼都没给就转过了身 显然 如果张艺谋没有来到身边 陈凯歌根本就不在乎 刘德华是否站起身来恭贺 最后 陈凯歌抱住了妻子陈红 场面一度非常温暖 只不过 稍微仔细一看就会发现 陈凯歌不是在拥抱过后 静止向前走 而是习惯性地推了把陈红 才往前走 上台后 陈凯歌更是闲停信步 他面无表情上台 不慌不忙地来与颁奖嘉宾握手 在接过颁奖嘉宾递过来的证书和奖杯后 同样凯歌连个眼神也没给人家 身体一直正对着镜头 颁奖嘉宾递过去东西 尴尬不已 陈凯歌也只顾着欣赏自己手里的荣誉 以及眼前众人送上的掌声 说实话 真的有点没礼貌 或许他的地位 是两位颁奖嘉宾无法比的 但人家好歹给你递过去了荣誉 导声线 面对镜头和张颖也是正常的吧 然而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在志愿君的最佳导演讲 和评委会特别讲班完 便是压轴的最佳故事片 当第20条的影片名响起 张颖谋嘴角咧开 我都不自觉地笑了 当然 每位导演的风格不同 但行为举止之间 透露出来的谦逊背后 绝对蕴藏着导演 对观众与演员的尊重 玛丽在身边想要拥抱 随后张颖谋来握赵丽颖的手 丽颖的开心也一于言表 这一幕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 可老毛子下意识弯下的腰 真的让人无法不动容 他也只与合作电影的两位演员 互动了一下 其他没有握手 可同时 老毛子是用直视点头 来表达大家对自己的祝贺 要问区别到底是什么 其实很直观 与涌上来的人握手 主导权永远是自己 而站在原地向大家稍稍鞠躬点头 是将C位还给了在座的各位 同样是嘉宾主动走过来与导演握手 张颖谋看到嘉宾迎面而来 隔着八千里都要先弯腰把手伸过去 领奖师也是一样的 这项奖杯不是理所当然递过去的 而是张颖谋再三感谢 郑重骑士捧在手上的 他会在拿到属于自己的荣誉后 将注意力放在给自己颁奖的嘉宾身上 没有笼络另外一位嘉宾 领完讲老毛子竟然还会是一主持人 习惯了高高在上的傲慢 有时候是真的想藏都藏不了的 所以同样是第五代导演 陈凯歌和张颖谋的作品格调也是天差地别 虽然看似是一碗水端平 给两部电影同样的排面 实际上孰轻孰众大家一眼也就发现了 这并不是拉财而是横向对比 其实在刀刀看来 第20条在张颖谋的导演生涯中 根本算不上什么 能拿下最佳故事片 比起《流浪地球二长金虎》等作品 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但通过张颖谋的语言 行为习惯就已经能够品出 凭什么偏偏他独具慧眼 可以挖掘出闪耀至今的某女郎 客观来讲 陈凯歌的地位也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了 一部志愿军 雄兵出击 燃尽经费耗时三年打造的第一部 扑天盖地的宣传 结果最后吐槽满天飞 所以这么大阵仗 最佳编剧 因电影后甚至配角都无法拥有姓名 紧急却愿意给陈凯歌单独上台的机会 足以见得 这个奖项不是真的为电影证明 而是他们也需要陈凯歌来提升逼格 只不过半辈子投身于电影行业 还只能贡献出如此一部作品 即使在黄金档一家独大成绩也不认知识 这种水平上台领奖 真的不会觉得搞笑吗